来到博雅斋 能品味自然的原木香和蔓延的茶香味 使喝茶都能喝得很优雅 来博雅斋是什么都是美好 不管是古董家具 还是人情 我们的热忱 还是茶 都是美好的 喜爱收藏古董 盆景艺术的老板 与专精茶艺的老板娘 二十多年来 两人坚持将茶室做到最好 并持茶好喝喝好茶的目标 那我们的红芦荣 就是强调自然无毒的栽培 然后经过这个工序做了之后 我们很用心去烘焙 所以它的香跟水 就是跟别家不一样 所以才会年年得见 从小与茶作伴 喝茶情感深厚的博雅斋长子瑞婷 从大学时代开始 就在慢慢学习 经营家中事业 为求精进也下过一番功夫 考取品茶师证照 转列点在大学 同学都在玩 或者享受他们的大学生活 而我已经参与家里 经营家里的生意 那我把它当成我自己 未来要走的路 遵循古法制茶 被茶的博雅斋 是许多人前来找茶 第一优先寻访的店家 无论何时 想感受从心底回甘的茶 感受这优美沉浸的氛围 博雅斋都会以谦卑奉茶的精神 为您冲泡一杯好茶 台中所在综合报道